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12月25日星期天 先祝各位圣诞节快乐 在中国又传出消息 说是前种的朱镕基可能因为染疫而亡 传这个消息的人的消息很简单 说是山林医院内部传出的消息 说朱镕基在那里病亡 大家联想到前几天 山林医院突然建年 山林医院是放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专门医院 由正国级领导区 要一层楼建年 整个医院建年显示 可能是当过第1号 第2号的领导人 除了一年到现在的一些常委 像赵乐际 王沪宁 李希这些以外 前任的这些常委 朱镕基是做过党和国家第2号领导人的 是总理 政治局常委 现在传出 朱镕基可能染疫亡 当然 消息未能得到证实 因为如果朱镕基去世的话 中共官方应该说没有必要隐瞒 他可以找别的理由就行了 如果说是隐瞒不报的话 有可能会有政治后果 当然 他如果隐瞒不报 把日期改动一下 给人的感觉也可能没有隐瞒 就跟江泽民死亡一样 有人说隐瞒了两个星期 或者是13天 最后他以他报的日期为准 朱镕基是否去世 则不得而知 但是这个消息实际上有一个人很高兴 那就是习近平 因为习近平深恨朱镕基 而朱镕基是他的死对头 原因就在于朱镕基是改革派 而且反对习近平连任 长期执政 所以朱镕基有很多杰出的表现 除了他是改革派之外 朱镕基是邓小平亲自指令的 为了要扰过江泽民 李鹏认为他们是保守派 不改革 谁不改革谁下台 虽然不能扳倒他们 但是邓小平就指定了朱镕基做常务副总理 取代李鹏做主管日常经纪工作 所以朱镕基后来一度被称为经纪撒谎 再后来邓小平留下一命 在李鹏之后 朱镕基应该当一届总理至少 这就是朱镕基当总理的由来 那朱镕基是在中共党内高层中 唯一当过右派的人 曾经在50年代被打成右派 就可以看到他的思想脉络 是相对螺子说来 比较同情民间的疾苦 具有改革派的色彩和融化的国际派的作风 是继胡耀邦 赵紫阳之后的第二代的改革派人物 但后来还有温家宝等 那朱镕基去世 为什么习近平高兴 因为朱镕基几乎缺席了 跟习近平有关的一些重大活动 特别是习近平在第二个任期开始 不久修宪 取消国家主席任期之后 几乎朱镕基就跟他分道扬镳了 那么有一回习近平是在19大连任进入第二届 全场鼓掌 他假装鞠躬 但是唯有一个人没有鼓掌 虎视眈眈的看着前面 那就是朱镕基坐在前排 端坐不动 不鼓掌 并不对习近平报以后才 另外再后来就是习近平搞什么大庆 什么建政70年 什么建党100年 这些大庆 朱镕基都不出面 尤其是建政版年的时候 2019年 朱镕基是唯一的缺席人 因为江泽民当时虽然缺席了 头一天的国庆 头一天的晚宴 但是第二天到了天安门城楼 但是朱镕基两场都缺席 另外 朱镕基还有其他表现 就早在2009年 中共建政60周年的时候 当时是胡温时代 是中共60周年 但是朱镕基与众不同 穿了一身黑衣服 是黑领带 黑西装 黑裤子 一身的黑 还戴了个黑墨镜 站在天门城楼 所以都被广泛解对 这是一个行为艺术 显示就是明天所说的 那不是国庆日 而是国商日 是中华民主的灾难日 所以朱镕基与一身素色黑色四人 似乎就是为国调杀 参加国商日 而不是国庆日 所以朱镕基有这么一派作风 绝对不会赞同习近平的所谓连任 或者长期执政 修宪等等 因此 习近平对朱镕基恨之如骨 那在朱镕基晚年生病的这些年 就被习近平 王沪宁 王小洪等人软禁 或者变相软禁 因为今年夏天 北戴河会议就传出一些政治老人 对习近平的抱怨 批评和谴责 其中朱镕基又说了一句话 说 你把我关在海军医院 一关就是五年 要不是因为海军司令是个好人 让楼继委进来看我一次 我还不知道这五年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楼继委是朱镕基的得力干将 当时当过财政部长 楼继委在习近平执政时代 也寒沙有时发表了很多讲话和文章 反对极左路线 主张改革开放 坚持改革开放 说习近平对楼继委也是深恨之 先好把楼继委兼职的各种职务都撤销了 楼继委见了朱镕基 朱镕基才知道外界发生了什么 如果这是伟代河的消息 之后就没有朱镕基的消息了 当然 所谓的二四大 朱镕基也肯定不会出席 不管身体状况准许与否 哪怕105岁的宋平出席 朱镕基也不会出席 所以如果这次朱镕基因染疫而亡的话 那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 习当局要负责 而且既然是可以跟民间 现在民间广泛传闻是投毒 那既然可以在民间投毒 在政治老人中也可以投毒 所以朱镕基被害死的可能性也存在 如果他就在这个当口去世的话 朱镕基如果果真去世的话 那么接下来的威胁就是胡锦涛 温家宝 因为江泽民已经走了 当局总书记 当局总理的人有相当的发言权 对现在追求长期执政的习近平构成直接的政治威胁 所以江泽民走了 他送了一口气 朱镕基如果是这一次出了事 那接下来胡锦涛 温家宝危险 胡锦涛都知道是反习的 二十大已经亮台亮下 是无意也好 有意也好 揭穿了舞弊和政变 习近平强行下量把前总书记胡锦涛驾离 就可以看出胡习对立 那么后来这个亲共分子习派在外面放风 其中放风就说是胡锦涛身体不好 帕金森综合症 所以错乱当时是怎么怎么样 所以由于身体健康的原因被强行加力储藏 但这个说不过去 身体健康应该更加小心翼 更加毕恭毕敬 更加尊老的姿态 当时显示的姿态根本不是又拖又拽强行的拉力 而且始终不给他看文件 跟身体毫无关系 而胡锦涛走的时候不太平稳 甚至清醒 根本不存在什么病的问题 但是拿这个病作理由 竟然想去掩护舞弊或者政变 也可以拿病作理由 如果是胡锦涛突然去世的话 那也可能是以病外作理由 虽然是病逝 但是背后不排除 就是人为下手的可能 包括温家宝也危险 胡锦涛 温家宝都是1942年出生 现在也80岁了 面对这场惨烈的大瘟疫 惨烈的疫情 这种年龄的人都是相当的危险 高危 只要沾上一点就是非常的致命 联想到毛泽东临死之前 知道自己十日无多 快走人了 他不想让周恩来 朱德这样的超级元老走在他后面 怕将来的证据是落于他人之手 他为了证据仍然有江青 毛远新 毛家人控制 他就要促成周恩来和朱德找走人 走在他前面 他按照汪东兴说的话 说是主席在考虑大事 考虑很大的事不要问 就关于周恩来的手术 或者是朱德的病因 所以后来周恩来和朱德先后都因为这种身体状况强行的被做掉 也就是说看上去是正常趋势 但是周恩来都走在了毛泽东前面 尤其身体非常硬脑健康的朱德就突然走了 就因为安排了一场会见外宾在人民大会堂 一会儿开空调 一会儿关空调 一会儿是外宾没来 几个小时的折腾了 年高90的朱德顶不住了 当晚就病了 病了之后送进了急诊 最后连病的也找不到 后来两天之后过世 过世之后给他治疗的医生也被杀人灭口 说朱德的夫人康克勤就讲 逢人就讲 说汪东兴一日不开口 真相一日不得名 就是朱德死得不明不白 那汪东兴是中办主任 是所谓警卫局长 毛泽东身边的红人星父 但是毛泽东没访到 后来汪东兴既然配合华国副 把江青给抓了 把毛家人一网打尽 四人帮一网打尽 这是后话 所以回头到现在来说 如果有人要蒙求长期执政 终身执政 要摆出一副皇帝架势 到现在还不放弃这个野心的话 就有可能想把政治老人做掉 如果经传 传闻朱仲基去世 这背后恐怕有不简单的内幕 事实上再聊一下江泽民的去世 江泽民去世 我们就假设他是正常死亡 然后其中有隐瞒 假设是没有什么其他的人物因素 但是追倒江泽民的规格非常果怪 江泽民在党史上也就是一个贫贫的人物 就是六四之后的这么一届总书记 但是居然用了近世约毛泽东 邓小平的规格 甚至超过邓小平的规格 进行高调的悼念 而当时是白子运动 正在高潮的时候 当时有些场景非常可疑 就是为了给江泽民制造一个倒影的高峰 当然 一条线是习近平想寻求他的权利正统 表示江泽民指令他是接班人 所以他要抬江泽民来压登小平 抬江泽民压胡锦涛 表示胡锦涛团派反对他 但是江泽民将派支持他 因此要给江泽民制造大规模的追倒 但是有一个情节 就是既然当时是疯狂状况 又有白子革命 但是居然制造了5万追倒人潮 就是从北京到八宝山殡仪馆 沿途5万人潮来倒进江泽民 而且当时是北京市委市政府 从北京的各区组织来的这些党政干部 构成一个追倒人潮 好像已经离开政坛二十多年了 居然还受到人民的怀念 但是有人怀念是另外一回事 是跟今天的人相比 今天的人太砸锅 就觉得相对江泽民比较好 这5万人潮沿途聚集就不排除 下毒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了 投毒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了 如果说有某种势力在背后 对这5万人投毒的话 那么当时不感觉这5万人回到家 回到北京的各个角落 各个家庭 各个监区之后 病毒就迅速的蔓延 那就最后就让北京犯了成灾 但也可以进一步的推演 有可能在之前的白子运动中 为了平息白子运动 也可能某种势力就在里面投毒 让白子运动 群众运动结束之后 回到家里也到处阳性传染 所以北京现在的阳性 阳的不可思议 不可理解 是有的北京的朋友说 说原先封控的时候 倒是一天到晚排长队 车祸栓 人群砸堆 但是阳性倒比较少 奇怪了 说解封之后 大家其实很自觉 都怕出门 都在家里 反而没有人去排队 搞测阳栓了 也没有人去排队搞什么健康码 什么行程码这些东西了 但是却都阳性了 坐在家里都阳性了 甚至坐在郊区的别墅都阳性了 甚至农村的老大爷老大娘从来没去哪 也都阳性了 所以这个阳气很怪 阳性很古怪 所以这个阳性的背后 可能就是有些人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就包括帮江泽民组织这个所谓五万追捣人潮 恐怕都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这个棋很大 最后搞得全国泛滥 泛滥成灾 那么这个棋从两个层面来解读 一个检论就是在民间的角度 如果是真有民间所说的投赌这个说法的话 那民间的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就是让老年人有病的人走人 比如说中国有10亿人 按照毛泽东的说法 打核大战 中国人死一半都不怕 因为当时中国有8亿 我现在说中国人口下降 在习时代人口拒减 减了只有10亿 那么有可能毛泽东没有实现的目标 现在习近平可以去实现 因为他有毛泽东第二的自居 那就是通过某种大瘟疫的方式 减掉一半人口 这一半人口就是老年人和有病的人 因为这个病毒对有病的老年的 有基础病的又老年的多数都有病 那么杀伤力很大 那么只有青壮年甚至更小的人 可能顶得过 发热 发烧 病了之后产生抗体 那在民间就说让脑作病产就走人 剩下都是相对比较有体力的 就是好像精干了人口 然后提前实现了全面小康 全面脱贫 也减出了政府的负担 养老金 退休金等等 免发了这些经费绑架人民 剩下的精壮年 相对年轻的人口绑架权 去进行所谓的台海战争 或者中美对决 这是民间层面 但政治老人的层面这一盘大棋怎么下 那就可能是封控是为了让政治老人不能发言 不能开会 放开是为了让政治老人感染 让他们走人 如果是现在有人等着不耐烦了 连毛泽东当年都等着不耐烦 有的人要被打倒 有的人被排挤 靠边站 最后有人就干脆把他直接害死 现在可能某些人也不耐烦了 等着不耐烦了 希望借这场大瘟疫 让政治老人都走人 或者说留下一些支持他的 反对他的都让走人 所以如果传出周荣基病逝 这个信号不简单 有可能是另一种斯大林寺的谋杀的开始 或者是进行事 说到这些谁走人谁不走人 还有一点就是盛传了习近平的母亲 习母齐心走人的事情 皇太后驾奔的事情 习派通过了一种特别的方式来进行所谓的辟谣 但辟谣也要打个引号 就是通过广东省 广东省当时委书记是一个习家军人物 原先是中宣部长 政治局委员 台北得到广东当省委书记 没有任何地方主任经验 就与宣传口的一个外行领导内行 主管第一经济大省 他就假装在新年前夕去看望老同志 而且选的是24日 25日圣诞节 其实这个完全不合常规 因为中国一般在农历新年团拜的时候 看望老同志正常 要是西元的新年 1月1日左右看望老同志 其实没有这方面的先例 并不常发生 而选择圣诞节左右更是很少见 因为中共本身要求抵制圣诞节 特别是现在的王沪寅 习近平极左政权 那黄昆明等人借这个时候去问问政治老人 广东的老人 这些老人就包括当过省委书记的 当过省长的等等 其中就把齐欣的名字夹在里面 就表示了这些当过省长省委书记的人是不及待遇 是不及待遇 那么在他们之后 朱小丹的名字之后就是齐欣 就表示齐欣也是正不及待遇 这里面就一举一箭三雕 第一就是辟谣 表示齐欣没死 还活着 第二就暗示了齐欣不住在北京 住在广东 因为盛传是住在深圳 习仲勋的晚年是住在深圳 可能在深圳有豪宅 齐欣继续住在那里 第三就暗示 齐欣不仅没死 受了是正部级的待遇 破格待遇 一般来说 在中国内部 随时随领导的夫人妻子就是一般的待遇 谈不上什么正部级 副部级 而且根本不会提到老同志这个层面上 但是居然把齐欣的名字提出来 而且是正部级的待遇 就显示几冲的僭越 习近平在监狱从一个党的领导人 总书记暗示他是皇帝 是红朝的皇帝 或者是末代皇帝 而他母亲的台高就暗示他真是皇太后 还给了他一个误极待遇 在中共的没有当官的夫人里面可以闻所为闻 所以总之通过这种方式来辟谣 表示齐欣没死 有的说法就是说 他可能是被抢救过来了 关于中国突然放开 而且疫情泛滥成灾 成为了前所为的一个格局 世界各国都不具有的一个现象 中国国内有很多的争议 在网上一些小粉红 老粉红 五毛党 自干五想嫁祸给白子运动 说都是白子运动惹的祸 看你们要求封开 开放放开 放开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民间其实可以说有自善的人很多 回答的也非常的精妙 那民间的回答就是说 但你们也可以组持一场游行 那叫做红纸游行 你们可以要求要贺栓 要封控 要封锁 不要开放 你们可以反过来要求 甚至说不要选民要领袖 不要民主要奴才 不当国民当奴才 不当公民当奴才的人 你们也可以提出相反的要求 另外还有民间对这样的说法有一个总结 就是他们只敢去指责批评那些鼓吹放开的人 他们根本不敢去指责批评那些决定放开的人 因为白子运动的年轻人他们并没有决定权 他们可以要求 但是决定权在中南海最高领导人 但是这些小粉红 老粉红 五毛党 我根本不敢去指责指控那些决定放开的人 还有最近在民间总结了一些令人啼笑皆废的事情 有的就是事实 有的人听起来就像段子 也可能就是事实 比如胡锡进的态度是众多网民议论的焦点 因为胡锡进在11月还说放开是不可能的 到了12月他的名言又变成说放开是我们的共同选择 所以人家就给他总结了八个字 说这个新年到了 应该送他八个字 一个金字招牌 上面写作叫 鹰的伟大 羊的光总 就是鹰和羊在他来看翻来覆去 都是了不起的事情 另外 人们发现现在中国的党员干部一夜之间态度也完全变了 从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 比如说以前严格封控的时候 有些地方的标语写作 说是善之外出 就是蒙财害命 好像就是与杀人无异 就不让人外出 那现在当时是为了阴性放阳性 现在都阳性了 要求上班 向湖南省岳阳市委书记公然宣称 如果阳性了 不去上班 那就是破坏正常的生活生产秩序 所以两头都有他们说的这些官员 另外就是有人发现说在北京很多人打120都打爆 结果就是说发烧39度的司机 带着发烧39度8的医护 把打120的发烧38度的人接到医院去 由这个发烧38.5度的医护人员给他进行输液 说这是常态 是发烧 发烧有的常态 关于缺药的问题 疫情汹涌 却没有药 没有发烧药 没有感冒药 没有消炎药 中国的民众网民也有经典的总结 说封控不管饭 放开不管药 好 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